嘿我聊四季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波蘭對上條盾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Tato對上Viper 這場比賽是一場不是天梯比賽 而是一個正規比賽 那我想大家應該也是有在其他頻道看過 這場比賽的結果 那我覺得這場蠻特別的稍微來講一下 原來波蘭也是我很喜歡文明 那Viper反正是條盾 條盾跟波蘭都是一個步兵文明 你看這個盾牌都非常極為相似 不是那種正規的騎士國家會有盾牌標誌 我們蠻喜歡這種盾牌設計的 OK 那先來講解一下這張地圖 中間的一個石牆是非常大量的 那這個石牆是中立單位 你可以隨意的去把它敲破 如果你想要開戰的話 就敲破中間這個石牆 就會禁用到敵人家裡 那還有個小小細節 像這個石子路是不能蓋圍牆的 所以這個防守部分 所以兩邊要思考一下 那這兩邊都會有這個石牆在 那左右兩側的話都是大量的木頭 有點像是黑森林那種密度 非常非常大量的木頭 那其他地方的話就不像阿拉伯 像金礦剛剛的野金啊 這邊都有 那看起來喔 打套這邊的金野金都在前面 算是比較難打一點的 如果要打出優勢的話 還是要打一個強軍士喔 把這個戰線往前推 然後對自己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看起來MIPER更慘 MIPER的野金跟石頭 三大重點都在前面 MIPER的話感覺是會更難受一點 好 那我們稍微簡單介紹這兩邊的文明 兩邊的文明都算是 食物部分有一個加成的狀況 那條頓不是直接加成食物喔 而是這個農田造價比較便宜 那進而之讓這個食物的產量提升 那不然的是有這個大莊園 大莊園旁邊直接種田的話 直接把這個田造好 就可以直接立即收成10%的食物量 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加成 所以在破關來說 實際的食物獲取效率來說 應該是比條頓會上好一點的 條頓只是有減免喔 並沒有太多的食物獲取的加成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吧 目前看起來 塔套跟MIPER都在看一下 這個實場分布是怎麼樣的 先把這個路線掌握好 看他怎麼進攻比較好 好那這邊四級也蓋下去了 兩邊都是打一個 蠻標準的一個職場喔 二、四P、二、五P 直接點一下封建 然後點一下這個 四級跟蘋果廠 然後就來直程喔 算是比較正常的開局 但是條頓這邊有點慢了一點 這個馬就漫蓋了大概五秒左右 所以這個導致城堡時間 稍微被拖到了一點點 但是沒有關係喔 因為這個條頓啊 本身他的強勢 是在強勢他的近戰單位的攻 那個防禦力 那條頓最大的一個弱點 就是他的遊俠沒有這個跑速 不然他打遊俠也是蠻厲害的 我覺得條頓的話 由於打法眾多喔 所以他的戰術也算是幾為不穩定的 那不穩定的原因的話 也是因為他本身沒有三級士喔 所以弓兵路線喔 基本上只能打火槍兵喔 那工程器的話 雖然有這個工程甲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那麼的厲害 比跟破爛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破爛上會彈性更大一點喔 戰術更多元化 畢竟破爛也可以打這個馬弓 或是強勢都是ok的 但是條頓的話 戰術就是被綁得死死的 雖然條頓還有這個城堡的一個射程加成 可是他的銀罐可以讓這個城堡 射得更遠一點 喔是金罐 不好意思 銀罐才是我們做的鋼鐵角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吧 Viper這邊是選擇下城堡 喔這不是Viper 這個是套 然後這邊是選擇下城堡 但是Viper是除一個標準的 把這張圖當黑森林再打 直接開始暴龍 然後拼帝王實在 村民上的數量感覺上是 稍微領先一點點 會領先的原因是因為 對方喔 突然是只有3TC 那我們之前影片有講過 3TC跟4TC的差別 就是差別在上帝王實踐的差距 你們看 Viper這邊才剛點帝王 但是 塔套這邊已經點了快兩分多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TC少的話 他這邊食物的運作需求 就會比較低一點 這個運作成本就會稍微低喔 食物的需求量就不會那麼高了 那這樣的話 你只要原本的田傻夠多的話 上帝王的速度就會夠快 那就會有一個帝王的優勢 城堡一好就可以開巨頭 有巨頭的話就可以優先進攻 或是優先點下這個遊俠或是強摩 都有一個強勢的壓制喔 當然4TC的好處也是有的 雖然時代上的比較晚一點 但是自己的經濟體系喔 會比對方稍微更好一點 你看 這邊87吋不能再多 但是對方喔 Viper只是103吋喔 直接 快要多了15吋左右 所以這個15吋的差距 就要看Viper要如何利用了 但是只有這些經濟的差距的話 通常喔 這個到地龍時代的中後期 就會抹平這邊時代的一個經濟差距在 所以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會比較有影響的話 就只有這個帝王初期喔 這個上帝王的時間點而已 但是這張地圖 終究大量的一個10搶在的關係喔 所以上帝王時代這件事情 反省的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你這邊即使上帝王時代的高速上 但是並沒有這個 強勢的手段喔 可以馬上進攻到Viper的地區裡 所以導致這一波即使上了帝王時代 也做不到太多事情 反而是可以讓Viper 輕輕鬆鬆上到這個帝王時代 還可以點一下這些帝王的科技喔 那來看一下Viper的經濟已經非常非常的好了喔 這個已經有三級 不是三級喔 這個首推車喔 跟這個2000多肉喔 經濟該點都有點喔 那波蘭這邊也是 塔塔這邊還很細節喔 點一下這個輪根制度 那輪根制度點完之後 我記得收成喔 一收成好就可以獲得六四肉的樣子 還有五十幾肉的樣子 反正肉量就是非常非常多喔 所以導致波蘭這邊即使 農田樹沒有那麼多的情況下喔 也可以跟那個條頓喔 快是不分上下的一個情況 好 那如果 照這樣講的話 波蘭的話 應該是可以省下一些農民 去出這個軍事單位 來讓自己的軍事更猛烈一點 好 那波蘭塔塔這邊點下了化群 和極攻 那這邊裝騎士也點下來了 大量騎士直接過來拆掉投石車 那這邊Biker在嘗試圍回自己家裡 但是外面挖野界村可能要被抓包了 有一隻遺漏在外面 是兩村 好那這邊 極兵跟三級訪已經點好了 點好之後 這個極兵喔 算是全遊戲裡面 進訪最高的一個單位了 那條頓的防禦力呢 是小寶時代加1 帝龍時代加1 總是加2 那他本身是有三級防的 所以過邊的防禦力是非常可怕的 但這個防禦力居然是有5阿 進防5的級兵 那進防5的話 加上對方重裝騎士喔 12加4 打一下大概只有13P而已 沒有非常痛 算是蠻高的 騎士版攻擊就高喔 好那這邊 VIPER很明顯處於一個劣勢喔 對手的騎兵一直在往VIPER加一直貼 那這個貴毒特權喔 讓波蘭的造價喔 非常便宜 這個重裝騎士喔 黃金不用30斤阿 所以他一直在暗衣直爽阿 基本上不用耗費大量的黃金 就可以享受到重裝騎士的這個速度喔 跟這個 硬實力喔 他的硬實力就是血量140滴 跟這個基礎的攻擊力喔 雖然防禦力沒有三級馬卡喔 那也是阻咒使用 因為攻擊夠高的情況下 我還是可以做到蠻多事情 雖然這個 續戰力不夠久 是問題 但問題不大 問題是要懂如何繼續進攻喔 好那這邊大量級兵 VIPER想要直接過來戳 但是有機會嗎 感覺有點難戳 後面大量火炮過來 火炮過來的話 也是有點難打喔 如果火炮能順利踢到 這個騎兵中心點的話 以此一大片騎兵的話 就有機會逆轉喔 但是這邊VIPER是沒有選擇 要來踢這個騎士喔 而是想要直接硬拆城堡 因為在城堡蓋好之前 防禦士0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時候火炮一直狂砸的話 這個血量會掉得非常快喔 就好像這血量已經剩下1000多滴了 好 但是蓋好之後 就有防禦士0 有防禦士0的話 就能稍微抵抗一下火炮 但火炮打建築的當然是很高 城堡還是硬燈 找地 好 大量火炮繼續在射擊 直接硬拆 欸 拆掉這個軍體偷死機了 OK 那大量級兵 直接砸地板 欸呀沒砸到 這時候我剛剛說的TD版 TD版的話就是 可以用自己的一個 拋射單位 去指定一個空地 攻擊單位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效果是蠻不錯的 欸唷 這邊擦眼出事啊 好險 BITE這邊手速很快啊 馬上把這個圍牆的圍牆 然後再用火炮點掉對方的火炮 所以這邊火炮並沒有剩下太多優勢 那這邊戰錘兵出來 想要來抵抗吉兵 吉兵也是蠻大量 但很怕戰錘兵 戰錘兵是可以扣防的一個效果 打橋段的效果呢非常非常好 戰錘兵可以把這個 吉兵的一個防禦喔 敲到歸零 但是吉兵的數量有夠多 哇 BITE這邊實在是太猛了 沒想到剛剛一個大獵士 慢慢把這個優勢打了回來 但是波蘭依然是對這個 吉兵是有剛才的效果的 只要補過更大的一個 奧布奇的數量的話 這邊吉兵還是會非常難打 因為這個奧布奇可以擴防 那吉兵本身是無防的一個防禦力 肯龍就把這個防禦力敲到歸零 一歸零的話 很快就硬生倒地了 慢慢的補場 又變成塔奧的戰錘兵的優勢了 好 那條盾白盒看到這邊 情況不對 出了這個條盾騎士 出來想要硬拆 但條盾騎士的問題也是一樣 雖然他有擁有高防禦力 但是一直被奧布奇拆喔 哇 血量可能會掉很快喔 你看這邊被敲到 哇 被敲到-60就倒啦 哇 防禦陣太 破太快了 所以 VIPER這邊 出這個條盾武士喔 不是個 不是個很好的選擇喔 我是要選擇這個火槍兵喔 打這個奧布奇比較快 因為這個火槍兵 射一下是4滴阿 那射4滴血的話 那這個血量 就會非常掉的非常快 那就要來看一下 VIPER這邊要怎麼繼續進攻了 當然我覺得這邊出大量火槍 還是要配這個吉兵喔 但是我覺得首要的植物喔 是要趕快把這個金跟石頭搶回來 不然VIPER這邊很快就會到你支援 這邊的金喔 其實不多的 而且這邊 卡操還在挖對手 VIPER的金 這邊一挖的金越多的話 這個時間一拉長喔 VIPER的那些 優勢就幾乎是如同欺色 很快的就可以沒有這個金幣可以跟對手打 而且這奧布奇 看上去好像很會喔 其實他這奧布奇的造價也是相當便宜 我們大量的一個 奧布奇過來直接硬掏 但是有火槍在炸 巨頭爆了 但是火槍也反擊 把增頭火槍也抽掉了 奧布奇要撤退了 吉兵這邊也是在 兩邊都退季的城堡地區 開始做防守 哇 看起來VIPER這邊 有點尷尬囉 這邊火炮打這個火槍兵是很猛的喔 而且這火槍兵常常聚在一起喔 只要火炮打到一發 就會倒下蠻多火槍兵的 因為火槍兵造價也是不便宜的喔 好 那這邊火槍直接被城堡射一下 就 會扣到大量血喔 這邊沒有點防禦 呃 VIPER中一吃到 沒點防禦喔 還是要頂一下也比較好 好 那終於趕快出來挖金單 其實就在這裡而已 離得非常非常近 但是大量的騎兵過來 但是有火槍兵在射 並且奧布奇 奧布奇血量看起來 掉了蠻多的 但事實上並沒有喔 因為事實上實在太多了 火槍的射速很慢 並沒有造成太大量的可觀賬號 這樣騎士一過來 直接包夾這邊火槍兵 奧布奇再上來貼 哇 這些火槍兵都要倒地啦 直接暗死加城門 城堡 城堡 直接硬打 這個奧布奇啊 太狠了 這個奧布奇喔 本身是有遠防6的一個單位喔 2加4阿 所以他在扛箭矢上來說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單位 不會說非常脆弱 好那這一波都算送完了 但確實也讓VIPER的一個主力單位消失殆盡喔 大量火槍也是被少掉了一半以上 好 那但是沒有關係 火槍兵再繼續補下來 但是繼續補下來的問題就是 沒有黃金要怎麼去打呢 那火槍兵最大的問題喔 就是怕這個戰馬 跟奇異兵的補血還有火槍 那基本上喔 波瀾的一個打法就是很坎坷 調整像這個打法 他只要出火槍 然後再出這個大漏馬 這個踐踏效果 去踩他這些火槍兵喔 這個殺這個火槍兵的效果 這個非常好 那自然而然 VIPER的優勢就很難 打到 直接集火打掉三台火槍 VIPER這邊血虧 我的天 我到底看的是什麼 卡套這邊細節處理得很好 波瀾這邊點下這個 烈克提克遺產 這個科技呢 點下之後 波瀾一起兵 就會有一個 踐踏效果 這邊打破成本想要進去 直接入侵喔 好 那這邊 金冠一好之後 踩他這個車命喔 騷擾的效果都會非常卓越 好 這邊一進來 金冠一好 這邊踩他效果已經有了 好 欸 但是這邊大量搜尋 那正面戰場看一下 正面戰場火槍兵在射 有一些直接過來想要直接打後面的火炮 但火炮的話 正面就被這個火槍兵跟吉兵直接搜到炸肉嘛 那正面的大量吉兵過來想要直接硬拆 但是被這個奧不齊戰腿兵直接操成白癡了 正面的話看起來是可以繼續打 但是戰錘兵打這個奧不齊 戰錘兵打這個吉兵效果還是很炮的 但是火槍兵在後面火槍兵打奧不齊也是很痛 那兩邊的話就要去操作了 再兩邊操作時也修得比較好 讓這邊火槍自由開火 後面的大量肉碼直接貼上來 瞬間把這個火槍兵陰燈倒地 所以這個火槍直接不能讓這個肉碼給貼到 會比較好一點 但由於這個城堡持久一直迷拿下 所以對VIPER來說是相當頭痛的 這個洞也要找個機會趕快補起來 不然這個洞一直是換人管理買縫的一個狀況 這邊在收穫村 解掉家裡內亂 OK那這一波燒了 看起來到此為止了 那第二波進攻 VIPER會怎麼打呢 火槍繼續衝啊 海槍繼續打 好的再來第二波突襲 來 直接衝我過來 想要直接硬拆 好那大量的這些 肉碼直接硬 踩過來 OK那但是VIPER直接硬 防守得不錯 那毒粉吃掉了一隻火槍 那對手火槍已經被消耗殆盡了 後面城堡也在偷射 那這個黃金喔 趕快挖起來了 原來MIPER已經只剩下這塊金礦了 後面已經沒有金了 那木區的話 哇有四百 四千多的黃金 這個不知道什麼 木頭 這個木頭 這個木頭有點多到傻眼了 好那波蘭喔 卡到這邊剩下三級射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波蘭的彈性終究是比較好的 還是可以出這個戰馬 這個戰馬三級射也是很夠用 欸打這個級兵啊 或者是火槍兵喔 效果都很好 所以波蘭喔 終究還是比 條件有稍微的 一點點的 彈性空間在 但是火炮打算喔 平時效果還是不錯 肉馬還是想要繼續硬拆 欸 越拆到了一台 那MIPER的話只剩下兩台火炮 兩台火炮要怎麼打呢 而且MIPER的策略的話是火炮火箱 加上這個大吉兵 來阻擋敵人進攻 但是這個效果似乎要越差了 因為自己的吉兵喔 一直被凹不齊拆 然後大肉馬過來想拆誰就拆誰 而且也可以踩他這些吉兵喔 你看這邊兩隻吉兵硬生倒地喔 只要一滴血的情況下 被這個大肉馬撞一下喔 這個大量的吉兵也是會硬生倒地喔 所以這個長久看起來喔 波蘭還是有個大優勢在 而且波蘭本身就是大中原 有農田壓層的文明喔 所以一直出肉馬對波蘭來說 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出戰毛也是喔 戰毛也是需要吃肉的 所以整體來說 波蘭沒有什麼大低音問題 反而是波蘭這邊可能會慢慢出 一些小小的問題喔 你看這村民術已經開始差距有點出來 變成波蘭一直沒有把自己的人口上升到200匹喔 吃到180村而已 那這邊村民一直沒有到200村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成這樣子也相當不容易喔 這就是波蘭的一個戲 不過用對手的兵跟最好的經濟支援 卻跟對手硬拚喔 算是一個注重經濟跟操作的一個玩家 然後那這邊火炮 頭車不來硬拉 但頭子車很怕火炮喔 那這個頭車要控的好才會有效果喔 不然這邊還是有可能會被肉馬直接解掉 他兩肉馬直接倒地 但是他還收掉一台火炮還是蠻賺的 所以肉馬是不用黃金喔 火炮是要黃金的條頓一直被這樣子交換的話 但然後後面真的要斷鏡啊 反正這是真的 黃金歸臉啊 哇 白粉這邊黃金歸臉的狀況下 要怎麼跟塔塔繼續打呢 塔塔這邊還有更多的戰錘兵過來 而且還出了衝車 順帶一提喔 波蘭也有大衝車喔 這個波蘭有大衝車是非常厲害的一件事情喔 好 但是重型頭子車也升級好了 但是重型頭子車也升級好了 很快的好像就快要倒了 哇 直接砸下去 好 這邊 中頭子身一滴血包派有順來修復一下呢 還是要直接應推呢 頭子車直接強勢進攻 塔塔的事物單位直接往後拉 變這個投石車喔 只要被 丟到一發喔 就會頭破血流 欸 沒有踢到地板 這邊是想要踢地板 但沒踢到 好 踢一下 欸 踢到了一些護兵單位 還算不錯 但是大量的一個戰毛 直接把 iPad的一個 喔唷 哇 這個砸到了很痛 iPad的一個細節處理不錯 這個投石車喔 直接打到大量的戰毛兵 戰毛兵被解得非常非常快 這邊算是閃陣了 喔欸 這邊突然打了進去 繞了一些戰毛進去 直接進攻 那戰毛現在有三級色跟跨學的狀況 打出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好 這邊看起來這個火槍要掉了 火炮也是岌岌可為 那正面的話 下面有更多的單位 可以來抵抗了 因為這邊MICLE斷劍時間太久 沒有辦法補下太多的黃豬兵 那火槍的數量一直去不起來 那目前場上只有九隻火槍兵喔 九隻火槍兵的話 是蠻難抵抗對手的一個進攻的 而且這邊大陸馬一直在亂竄 所以家裡還有內換喔 這邊大量的戰毛 直接燒了村民 村民死傷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但正面MICLE突然推進去 因為這個城堡掉了之後 塔套其實沒有任何地方 可以做個獨立點喔 進行反擊 第二個獨立點就是自家了 自家的話是雙城堡在家裡喔 可以防守 那以極力點來說的話 塔套還是算是比較好一點的喔 因為自己自家的野金也是挖的差不多了 那這塊野金光光的話 它也是要斷金 但是VIPER的話 從現在開始把自己的野金給搶回來喔 但是也不算是搶回來 因為畢竟還是很容易被騷擾到 因為彈場還是在自家裡喔 那現在VIPER的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趕快把家裡的內腕處理掉 然後把自己的戰場喔 推到對手家裡喔 或是在自己家一直硬打 跟自己家裡硬打的話 經濟就會很差喔 攻擊一直去不起來也是個問題 但是戰毛兵也收到非常多長槍兵喔 長槍兵動就是會害怕戰毛兵的 哇你看 這個戰毛打火槍 就是這麼的痛啊 好 那VIPER這邊看起來有點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的感覺 因為它一直用 從稱爆時代喔 就已經決定要打這個奇兵喔 加上這個火槍兵喔 火槍兵算是帝王3才有 但是它這邊策略上一直沒有改變喔 有改變也只有出這個投石車 加一些索砲子轉變而已 那如果這樣繼續打下去的話 MIPER很可能會被消耗完畢喔 因為波蘭這邊肉量實在是非常多 基本上你要跟波蘭去耗這個肉量 我覺得有點不切實際阿 因為波蘭的洞洞洞就續了好幾千起來了 這個洞馬又有驚踏效果 這個基本的利息還是太好了 而且游泳大衝車 大衝車的話 抵抗劍子傷害跟火槍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如果VIPER有繼續出這個火炮阿 或是投石車的話 那擊兵就要控好 又補好這個攻城器 它有繼續繼續往前推喔 那可以說是VIPER的命脈喔 就是這個攻城器 那個火槍只是其次喔 那這個擊兵還要繼續出 但是擊兵的話 又不能被這個大量戰矛一直打 被這個大量戰矛一直打的話 也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的投石要去打這個戰矛的話 又往前 那如果你往前的話 那對方突然的大漏馬就會往前進點 所以造成來說 MIF的兵線很難往前推 那只要一往前推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被戰矛先被交換一波 然後導致自己的兵越來越少 然後經濟也是被交換 那個戰矛其實已經看到很多單位了 那這邊 投車的動武器就可以過來 唉唷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喔 那只要一往前的話 漏馬就會過來喔 那如果他不是往前的話 就沒辦法投到這些戰矛兵 那只要不把這個戰矛解決的話 VIP是沒有什麼太大機會的 因為戰矛是可以Counter擊兵跟火槍兵的 好那VIP現在主力的單位就是火炮 加上這個投車了 那這個黃金兵的火槍被戰矛射 也是被射的頭有點疼啊 頭破血咯 但是這個投車 唉唷解戰矛效果很舒服啊 都自動砸一整排的喔 那只大漏馬過來 能解掉一台嗎 可以 都跟只剩下一台 哇靠 波蘭這邊為了解兩台投車喔 哇 快了大概好幾千的漏馬的量 來去跟對手的兩台投車換 所以辦法這邊細節操控還是非常好 所以導致波蘭這一波 這幾波的進攻 並沒有打出太大的戰火 反正是有點解解退敗的感覺 那要來看一下後面兩邊要怎麼繼續打比較好 那我覺得這邊波蘭最好的策略喔 可能是閃兵加衝車喔 但是看到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巨頭史記還是要出三台 然後其他都出衝車 然後從右邊這個出兵點 開始突進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就是直接打一個陣地戰喔 先把這個城堡拿下來 然後慢慢推進也是個辦法 那就要看一下塔套這邊要怎麼打了 好 那這邊衝車慢慢集結過來 好 衝車慢慢過來要打這個 射箭場的一個出兵地了 那出兵地後面有非常多的火炮 好 牠們慢慢把自己的封城當中給點了出來 還是這邊肉馬賺到一個漏洞 收掉了其他火炮之後 被大量的擊兵給戳死 但是沒有關係喔 突然這邊是不需要防新的 肉隨便送沒有關係 這道就有了 好 大量的戰武兵過來 但是這邊衝車 到前方直接被擊兵開插 擊兵打這個衝車傷害是蠻高的喔 因為衝車是沒有防禦的 所以被這個擊兵戳喔 還是被扣著寫扣的 是蠻快的 好 那大量的擊兵再繼續突進 但是這邊我們建一個城門在前面 想要來總擋騎兵進攻 但騎兵直接過來 使用這個驚嘆效果喔 瞬間拆掉了非常多的火炮 火炮數量又被全部解光了 VIPER的火藥單位 跟下擊兵 只剩下這兩種單位在場上 工程器都被解的差不多了 那第二波進攻 來看一下這邊 柏蘭大洛瑪再繼續一波 戰毛能不能再繼續打呢 哇 戰毛這邊又再繼續收了 但是自家軍東西都被火炮打掉了 怎麼辦 這一波看起來擊兵又可以退回來了 哇 這也是有夠焦土戰喔 現在VIPER一直在敵人演別下 在玩黃金 但是突然這邊已經斷金了 VIPER的黃金數量也剩一點點 但是VIPER的數量還是有略微一點點的劣勢在 黃金數沒有很多 而且這邊也斷金喔 這邊金也挖完了 分數還差了一點 但是對方有最強的肉麻垃圾兵喔 這個垃圾兵肉麻可是有踐踏效果的 雖然打這個擊兵效果沒那麼好 但你大量推上去的時候 這個獵 這個遺產的效果 讓這個肉麻有踐踏 是非常一個重點的一個能力 我們打贏就要看這一波了 但是VIPER最何希望就是這些投車了 投車假如不被解掉的話應該還可以 這邊到了一台衝車喔 通過來拆 這邊到了一個小小的一個漏洞過來 想要直接來打這邊的村民 但是這邊圍得很快 大量的肉麻直接被圍住 但是這邊會砍進去喔 很危險 哇 這邊有漏洞了 這邊有漏洞 大量的村民直接砍到VIPER的村民 這邊大量的螃蟹工已經要硬砍倒地了 這邊看起來右邊的投車一出來也沒拆掉 火車只剩下兩台 兩台投車能解掉上面的戰毛嗎 好像有點突然 而且這裡有大量的一個肉麻 已經跑到了VIPER家裡 VIPER現在雞雞可威 家裡被鬧 正面也要碰 正面不碰的話 火車會不會送光 火車送光 就打不成正面戰毛兵 怎麼辦 實戰打出 繼續 哇 VIPER看起來很難受啊 這個大肉麻的突襲 打到他有點 沒辦法 濃起來啊 你們看這個肉量都知道了 波蘭到底有多誇張 打到他到後期的波蘭有點三級農田 肉量只剩以VIPER 17000肉 你們想這17000肉 全部拿去出肉麻 可以出多少隻啊 一隻肉麻80肉而已 10隻就800肉 那100隻肉麻也才8000 所以他這邊直接多出 硬多240肉麻 去跟對方做交換 所以波蘭就是 踩肉這麼有優勢的一個文明 非常非常強勢 那看起來科技線 兩邊都是頂尖的直接選手 沒什麼好說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在啊 點的實際也都非常恰當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這邊看起來 SVIPER上有點被這個 文明被這個波蘭給counter到 所以導致這一波條盾 並沒有打出非常精彩的一個大逆轉 也不算是VIPER的一個失誤吧 我覺得 我覺得VIPER已經打得很好 但塔套這邊打得更好 完全充分利用了波蘭的特性 再毛三級色化學 然後加上這個大肉麻 不過轉兵的實際也是非常恰到好處 並沒有一個比較拖延的時間 導致自己 沒有辦法繼續進攻的一個狀況 反而一直有持續在進攻 讓VIPER的壓力也非常大 而且一有洞就鑽啊 所以讓VIPER也是有傷到一些經濟在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